进步思潮越战死 奥林匹克却性降 巴黎开幕式被下架 这是打了谁的脸 大家好 欢迎关注本期话题 随着本届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被越来越多的观众吐槽 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届后 奥运会的官号账号 不许是听到了广大网友们的心声 仅仅过去一听时间 就下架了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视频 虽然不太可能是永久下架 但这一操作属实 是狠狠占了中国某些人一记耳光 关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观众 应该都清楚 开幕式发布后的这几听时间里 我们这边的基本议论 主要都是以浪漫和松弛类主 但其中呢 也有不少夹带失货的 说什么审美相当在心 反观某些地方啊 意义难尽 这里指的某些地方啊 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当然了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可神奇的是呢 这种夹带失货的言论啊 不同的账号 一分钟之内能出新好几条 这种情况的出新啊 显然是不对劲的 无论这些账号背后 是否有真人操作 都足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啊 混淆是非 兴风作浪 法国人选扬自己国家的文化 当然是可以的 但这次开幕式呢 设计宗教文化和性别的内容啊 太多了 读到有点文不对题 与奥运追随的更高 更快 更强的精神啊 完全不相符 所以呢 对于这次的巴黎开幕式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千万被别某些舆论带拼了 与此同时啊 还有些人是打心底里认为 提到巴黎呢 一定就是超勤的文明的 埃菲尔提塔 卢浮宫 塞纳和 都会让人聆想到 信贷和浪漫 那是一种 深入骨髓的浪漫 独立任何地方 都学不来 所以呢 今天他们举办的奥运会 必然也是艺术 好在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 刻板印象啊 不仅我们正常的 中国人欣赏不了 就连欧美那边 也遭样没法欣赏 有些人在看过 巴黎奥运会的 开幕式之后啊 就开始嚷嚷着 他们要了解人类的发展 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中去 不同意他们的说法 还得比扣上 孤独灵想 方刚商信的标签 如果奥林匹克的主办方 也有这样的自信 那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 就把这个视频啊给撤了 这就像是三国演义里面的那个顶故一样 进步四朝 越战时 奥林匹克 却新降 看到这里啊 巴黎开幕式下架 究竟打了谁的脸 相信呢 大家心里都有数 总体而言啊 本届巴黎开幕式 之所以会评价为 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届 说白了 中国人的价值观 跟最美的评判 最错的评判 都是一样的 中国人与外国人并无不同 所谓的宋词感 以及文明价值观 绝大部分都是某些远程养殖账号 编造出来的信息警方 大家对此啊 一定要有理性思考 共同维护我们 轻轻狼狼的东华家 好 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